画面中一辆黄色轻运车忽然从右侧路口冲出来 还刹车不及最后横躺在路中央 反复车祸发生在花莲凤林台九线217.2公里处 一辆轻运车原本刚在西口养护中心收完垃圾 没想到在回程途中行经台九线路口时 走后轮爆胎车辆瞬间失去控制 最后反复在路中央 索性驾驶在第一时间自行爬出车外没有受伤 但回想过程仍然心有余悸 右转弯左后轮破掉了爆胎 意外就发生在18号上午接近9点的时候 驾驶虽然已经幸运脱困 但现场危机却无法立即解除 因为车辆在翻覆后还有些许柴油流出 在清理现场的过程中还得请公路人员协助处理 在18号中午才恢复正常通行 此外警方深入一查除了清运车有爆胎的问题 驾驶还有闯有红灯的情形 警方已经依法开单举发 所幸这场意外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这场意外有红灯的情形